我現在再去補習 我7點半補完閘 我沒什麼認得 不知道是否可以 很肯定是前青 那時候他們對面走過來 我不知道 還沒走到店裡 是屋 因為那時候下水沒有人走出來 然後我打的時候 我沒想到是救命的 我是用我自己的 我就踢他 我媽在家裡 在外面我跟媽媽說這件事 剛好我爸去了電 晚上我跟她說這件事 一天就去公安 是近五六年 這樣情形 會有 偷東西 進屋偷東西 但問題是 這個案子 就是第一次 非常之 當然會 這樣 雖然沒有事發生 但在我女兒身上也好 我這樣發表 希望不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要警惕一下那些 那些 那些懷人 家長知道 就是說 互相照應 就是看到有什麼生棉口 或者是報警 之類的事 就是說 喝一喝這樣 這樣最好就不要讓 就算自己有陡妓也好 不要讓自己去要求 自己單獨也好 不要讓自己單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